受到干旱的影响 造成各种农作物的减产 因为长期缺水 南投的荔枝收成不佳 果粒也偏小 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落果现象 让农民非常的无奈 虽然荔枝的价格来到一斤八十块 比往年来得贵 不过因为产量只剩下一成 农民还是损失产重 果园里的荔枝果粒 看起来普遍偏小 加上收成不如预期 这幅景象让果农较苦连天 没有水就让我没大 荔枝产量除了只剩一成 卖相也不好 但价格却涨到一斤八十块 比以往还贵 原来是因为南投去年下半年 降雨变少 造成各种农作物减产 虽然前几天终于天降甘霖 缓解汗象 但对于已经进入采收期的荔枝 几乎没帮助 由于长期缺水 也让荔枝果粒少 了解这就对了 那不不洗 这个时候如果没大 没在外面就没在外面了 你还把荔枝来看 没有荔枝就要吃了 干旱气后造成荔枝果实长不大 甚至出现严重落果现象 损失惨重 让农民相当无奈 只期盼县府可以帮忙 让他们渡过难关 记者曾如晨南投报导